流感爆發 陽光市民紛紛 戴口罩自保 包括青邦 國庫省 陽光省 一落瓦底省 因為流感住院的高達上百人 至少有12人喪命 緬甸口罩缺貨 台灣花蓮本會透過視訊 向當地志工了解 由鄰近的馬來西亞志工 準備5000份N95口罩 及流感快篩世紀等防疫物資 再由正在大馬人文交流的 三位台灣志工運送 要做這個Visa來不及 就由我們已經有備好的Visa 能夠把這物資 直接在這個同樣的班機 我們今天要非緬甸的班機 我們就順道送進去 馬不停蹄 緬甸志工將防疫物資 送往四間醫院 愛心激勵 跨國守護生命 帶新闻緬甸報導